大家好,这里是戴士风采 今天这集影片 是要来做一下本届巴尼奥运 台湾选手表现的总结 台湾选手在本届巴尼奥运 总计派出16个项目 60名的选手出赛 其中有些选手是出师阵上奥运舞台 也有部分选手是奥运的最后一舞 无论如何 他们都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而结束本届奥运赛会之后 台湾总计拿到了二斤五桶的成绩 来看看掌获奖牌的项目及选手 创下联三届拿牌 台湾第一人的举重女神郭幸存 在本届奥运会中勇夺59公斤级铜牌 郭幸存前一次出赛已经是4月份世界杯 有伤在身的他能积极备战奥运 西派能在巴黎完成个人连续三届夺牌的目标 在今年奥运量级缩减的情况下 郭幸存所面对的未免压力也大过以往 尤其是中国大陆罗斯芳 加拿大选手沙朗 都具备登上颁奖台的实力 比赛中郭幸存先是以105公斤 完成最后的抓举重量 排名占居第四 来到停举项目时 虽然第一举成功举起130公斤 但因姿势不稳被判定失败 第二次再度试举130公斤成功举起 排名也跃居第三名 随着其他奖牌竞争者后续的试举失败后 郭幸存已确定保底铜牌了 最后一次试举 虽然与第二名的加拿大选手 仅仅差距1公斤而已 但郭幸存依然决然决然的决定 挑战137公斤力拼金牌 但最终未能完成 总和235公斤做收 收下铜牌 至于金牌则是中国的 罗斯芳已抓举107公斤 停举134公斤 总和241公斤 三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摘下金牌 加拿大的沙朗则是抓举104公斤 停举132公斤 总和236公斤 仅仅1公斤之多领先郭幸存拿下了银牌 虽然赛后有不少人质疑郭幸存 为何不选择稳稳拿下银牌就好 但我想这次郭幸存和教练团互相信爱的决定 也是当作可能是最后一次奥运的事举 每一位选手都一样 能够拼金牌自然会选择去放手一搏 即便是不成功也能够不愧对自己 不再赛后懊悔 这就是所谓的运动精神不是吗 虽然赛后受仿石 郭幸存还一度为自己没能拿到更好的成绩而感到抱歉 甚至难过落泪 真的很令人不舍 不错了 然后但是很可惜最后没有举起来 然后对啊 就是很抱歉大家 就是到现场来看我比赛这样 然后对 同牌作手 对不对 而郭幸存虽然这次未能成功未免 但能够连续三届奥运夺下奖牌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已经成为台湾举重史上的第一人了 我们为他感到骄傲都来不及了 又怎么会去在乎他只拿下铜牌呢 定向飞把铜牌 李梦远奥运夺同非常感动 写下台湾涉及史上新的一页 台湾涉及好手李梦远 在巴尼奥运男子定向飞把决赛设下45分 替台湾拿下一面铜牌 也是台湾在奥运史上首面涉及奖牌 李梦远说 能缔造这个记录我非常感动 李梦远在资格赛先以凭奥运记录的124分高分晋级决赛 决赛又一路过关 直到打完58后才遭到淘汰 但也确定即进前三名获得铜牌 李梦远表示 比赛完当下自己是兴奋多过于紧张 而且还能跟他从小的偶像汉考克 一起站在奥运决赛场里 真的是没想过的事情 非常恭喜李梦远 唐嘉宏单杠铜牌 从历经大商到拼进奥运殿堂 再到夺牌 超级力士的体操故事 亚洲猫王唐嘉宏 在巴黎奥运男子竞技体操单杠决赛 以6.5难度分上阵 所以意外发生掉杠失误 只拿到7.466分执行分 总分13.966分 但其他选手也接连发生掉杠 陆地失误 唐嘉宏在极有可能无缘奖牌的情况之下 意外的惊喜灾痛 也成为安马王子李志凯之后 台湾第二人在奥运体操项目上夺牌 而在奥运之前 唐嘉宏身上也带着不少伤 除了动刀三次的右手走外 去年2月 阿基里斯健锻炼的伤势也让他陷入低潮 索性在佳人教练的支持下 奇迹班在7个月后就复出 并积极参加各大赛 四拼抢奥运积分 也在今年6月的世界杯挑战赛中 以孙亚星高分15.400摘下金牌 最后成功拿到奥运门票 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辛 也是因为他这样的不放弃 才能站上奥运殿堂 并拿下正面铜牌 林昂完成时尚唯一的男双二连吧 善言不可能的任务 一度在冬奥金牌后 陷入远中低潮的林昂 甚至饱受网友参与无情攻击 但谁能想象 不过一年前 林昂配已是兵临破裂的组合 冬奥过后 两人成绩长期陷入低迷 不论在各国公开赛或大师赛都打不进决赛 有时甚至只能止步16强 两人的组合更一度陷入拆火的紧张关系 好在在教练陈宏林和李奇德的协助和引导之下 没有放弃这对组合 两人在奥运积分期间力拼排名与积分 终于两人成功再度取得奥运资格 经历过长年败机 虽然林昂配世界排名在奥运参赛者终殿后 但的两人心态并不是以未免者为出发点 而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这次的巴黎奥运 进入赛程后 两人一路披荆斩棘 欲翔折强 一路打到决赛 金牌占中 世界排名11的林昂 对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队两王组合 双方而战至第三回合 两人一路拼到20比19分的赛末点 奖牌成色 就看此刻 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 李昂提醒王麒麟 不要想着得分 必须保持专注 随着中国队回球挂王 他们胜利了 颁奖台上想起优扬的国旗哥 李昂、豪、麒麟都红了眼眶 对他们来说 这次夺牌跟上次很不一样 因为真的知道自己熬过了多少不容易的情境 而对于李昂来说 这是他退役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想必他的感触更深 而除在巴黎赛场1万公里外的无数台湾国人 想必也在荧幕前落下泪来 因为林昂创造的不只是记录 更是以为大赛而生的称号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一刻林昂佩不仅感动了无数球迷 更再一次证明了他们存在的价值 最后就是这次奥运成绩最好的项目女子拳击了 虽然赛前极度被看好能够夺金的黄小文 一次在判决有争议的情况之下 在16强就提前出局 没能打进争取奖牌的行列 但女子拳击最后还是总记掌获了三面奖牌 首先60公斤级好手无事宜 不复作望打进四强确定同牌保底后 在四强赛遭遇杭州亚运金牌 中国大陆选手杨文录 最终不敌对手以0比5败下阵来 不过他赢得台湾这届赛会的第二面奖牌 赛后无事宜也透露 尽管很想要帮助大家换个奖牌颜色 但整体来说还是很享受比赛 也很开心为台湾拿下一面奖牌 66公斤级的陈恋勤 也是一位充满积极态度正能量的抗癌战士 他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态度 在场上展露无遗 赛前就被看好非常有机会夺金的陈恋勤 也顺利打进四强 但非常可惜的在四强赛不敌中国的洋流 无缘进军金牌战 确定在本届赛是收获铜牌 同时这是他第三度挣扎奥运后首度抢下奖牌 也写下个人里程碑 而1997年出生的陈恋勤 这次是第三次参加奥运 第一次参加奥运时是里约奥运 当年他止步16强 第二次参加东京奥运时 他发现自己罹患了淋巴癌 坚持不懈的他历经多次化疗 还一边治疗一边训练 这种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本届赛会在巴黎奥运栽下铜牌 已经破了他自己最佳的成绩 抗癌女球王陈恋勤 勇夺奥运拳击铜牌 立抗病魔痊愈在起 感动人生的故事生殖人心 我们期待未来的成练情 持续在更多舞台上大放一彩 最后最后 我想这位绝对是这家奥运赛会 最受瞩目也最充满奋战精神的一位了 他就是57公斤级的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林玉婷本届奥运开赛以来 就不断遭到国际拳击协会 IBA 在提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疯狂带风向抹黑 甚至每一人出战的对手在赛前 或是输掉比赛的当下 在台上做出歧视或抗议的手势等等 同时一直到冠军赛都能饱受性别争议 连国外某知名作家或是摄影师 都贴文否定林玉婷的参赛资格 尽管如此 就像林玉婷自己说的 身为优秀选手绝对不能受到外界的影响 只需要最好自己并专注在比赛场上 身为运动员就是专注在场上的每一个时刻 不要轻易的被影响 因为如果你被影响 那就代表人家的战术成功了 你这样就不会是一位好的选手 林玉婷一路都是以无比零的强势之之 闯进最后的金牌战 最后在金牌战同样以绝对拈压的状态 打败波兰的对手 成功拿下台湾拳击时尚的第一面金牌 创下台湾历史记录 获胜的那一刻 他开心地跪下来亲吻雷台 令许多人感动 他在颁奖台露出甜美笑容 向观众挥手之以 亲吻刚到手的金牌 可是当会场奏起台湾对会哥 慧琪然然升起时 林玉婷终于忍不住落泪 这不仅仅是释放一路上遭受到的打压和争议 甚至骑士等等压力 更是荣誉的泪水 这一路的艰辛害压力 只有林玉婷自己知道 在整个赛事期间不受外在因素影响 尊重在比赛场上的林玉婷 这一刻终于可以用实力去粉碎这些流言蜚语了 真的觉得林玉婷超级了不起 他不仅仅是台湾之光 更足以在运动场上获得世人的尊敬和赏声 他是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结束本届奥运赛会 台湾拿到二斤五桶的成绩 虽然不如上一届东京奥运的二斤四银六桶的十二面奖牌 但也拿到了台湾奥运时尚赤家的成绩了 同时这届赛会更创下多项台湾奥运时尚的记录 像是与球男装创下奥运时尚第一次联罢 台湾首面拳击奥运金牌 单届最多拳击奖牌数 台湾首面单杠奖牌 台湾首面射击铜牌 以及郭幸存连续参加奥运夺牌的记录 当然除了这些获奖的选手们之外 也有不少选手在这次奥运会 突破了个人最佳成绩 或是创下新的赛事记录 都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其他每一位站上奥运殿堂参赛的选手 都值得大家的尊敬和鼓励 每一位选手都是历经四年的努力和准备 奋力抢下奥运资格 才有机会站上这个舞台的 最后也许受到年龄或是身体的伤势 或是当下的状态等等因素 会能拿到好成绩 但我想每位选手都是拼尽全力在赛场上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苦和血泪 都是这些为国争光的选手们 从事运动生涯中的心路历程 他们玩的是国家的荣誉 和自己运动场上的目标和成就 也许在这届赛会之后 会有一些选手即将退役 万般不舍 但他们一生为运动努力终究有落幕的时刻 在他们结束奥运或是运动生涯最后一幕后 希望他们可以展开新生活 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人生 最后忠心祝福每位选手 在往后的各项赛事中 都能再度拿出好表现 尽情地展现自己 为国争光 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年轻选手 可以挺身而出成为站上国际舞台的新战力 虽然奥运结束了 但后续还是会推出一系列 关于这次奥运各项赛事的相关影片 大家一定要持续追踪与关注 这里是代事风采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见